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虽然蛇的天敌不少 但是不同地区的蛇有不同的天敌 而且有些蛇类还没有天敌 今天阿祖就来给大家盘点一下 蛇类分布比较多的亚洲和非洲大陆上 几个比较有名的蛇类天敌 说起非洲蛇类的天敌 当然一些大型的蟒除外 许多小伙伴首先想到的就是平头哥蜜欢了 在一些非洲野生动物纪录片中 经常能够看到蜜欢吃蛇的场景 但是虽然蜜欢在非洲蛇类的天敌中是最有名的 但它却不是最强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蜜欢虽然吃蛇 但它的主要猎物并不是蛇 只不过蜜欢是机会主义者 逮啥吃啥 只要是在大草原上 体长小于一米的动物 在它眼里都是食物 根据生物学家的研究发现 蛇在蜜欢的食谱中占比不足10% 而且蜜欢虽然有一定的免疫蛇毒能力 但是也仅限于体长一米左右的蛇 而且是普通的毒蛇 一旦遇到黑曼巴蛇这样剧毒的蛇类 即使是蜜欢也要绕道而行 因此蜜欢并不是非洲大陆上蛇类最大的天敌 那么谁才是非洲大陆上大多数蛇最大的天敌呢 它就是蛇臼 蛇臼可以吃非洲大陆上除了大型蟒蛇外的所有蛇类 包括黑曼巴蛇 这倒不是因为蛇臼有免疫蛇毒的能力 而是因为毒蛇的毒牙拿它毫无办法 这里阿祖展开讲一下 根据1988年提出的鸟类DNA分类系统 蛇臼属于惯形木的笋下木 独占一个蛇臼科 身为老鹰家族中长相最古怪的一位 它的身高达到1.2米 体重却只有4公斤 麻干腿无论跑路还是坐下都显得十分喜感 蛇臼的身体也是又瘦又长 翅膀展开却十分宽大 能达到2米 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在2001年把蛇臼定为异威 过度放牧焚烧草地和城市化 正在影响他们生活的环境 人类有时也会干扰蛇臼的繁殖 不过万幸的是被捕捉和贩卖的蛇臼数量并不多 蛇臼的配色很简洁 黑灰为主 只在眼睛周围有一圈橘红色 小腿被黑色羽毛包裹着 好像穿了黑短裤 它别名秘书鸟 得自它的英文名字秘书鸟 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 一种说法是 Secretary 是阿拉伯文捕猎的鸟的音译 另一种流传已久且更有趣的说法是 这个名字来自它 除长腿外最明显的特征 脑后的黑色长雨林 像是秘书耳朵上夹着羽毛笔 竖起来可以得到爆炸头 蛇臼是非洲特有居民 分布地区从毛里塔尼亚一直到索马里 最喜欢干燥开阔的草原 白天它们的绝大部分时间花费在 卖着长腿在草地上徘徊 一天可以走20公里 夜里则在金荷花树上睡觉 虽然喜欢走路 需要飞的时候也能飞得不赖 长腿从青草地里蹚过 难免惊起各种小动物 秘书鸟就可以开饭了 蛇臼吃老鼠 蛇 蜥蜴 兔子 昆虫 还有一切它能杀死的小动物 据说还弄死过猎豹的幼崽 眼镜蛇和葵蛇这样的剧毒蛇类 也出现在秘书鸟的菜单上 蛇臼的腿上覆盖着很厚的鳞片 以防被咬伤 不过它最擅长的不是防御 而是攻击 用大长腿猛踢 蛇臼一踢的力量能达到195牛顿 与猎物接触的时间仅15毫秒 只有眨眼的十分之一时间 而且蛇臼的爪子 与其他鹰形木的成员一样 非常的锋利 当遇到蛇时 它会利用爪子交替地抓踩蛇 直到让蛇失去反抗能力 一击就可以把蛇的脖子扭断 或者抱头 在整个踢击的过程中 蛇臼都睁着眼睛 这可能是因为它需要高度的准确性 跟毒蛇搏斗 任何一个小破绽都是致命的 杀掉猎物之后 蛇臼就会把它整个吞下去 虽然脸长得很秀气 但它的嘴很大 像别的猛禽一样 它会把消化不了的骨头和毛 搓成团吐掉 蛇臼在草地上猎食的习性 有几分像孔雀 南美洲的叫鹤和黑腿叫鹤 和它一样掌握飞踢技能 但并没有很近的关系 蛇臼是一夫一妻制 穷偶的蛇臼 既会像雕一样表演俯冲和空中反转 也会像鹤一样 两鸟共跳交际舞 雌鸟会和熊鸟共同合作 用树枝搭一个又大又平的窝 通常是在金和荒树上 它们一窝生一到三个蛋 刚孵出来的小鸟 父母会用半消化的昆虫喂它 大一点之后 改成吃父母吐出来的动物碎肉 再大一点 改成喂整只的小动物 要两个月到一百天的时间 小蛇臼才能长齐飞鱼 离开鸟窝 之后还要跟随父母一段相当长的时间 蛇臼可以独居 但更喜欢经常夫妻一块出现秀恩爱 有时带着未成年的孩子 一群能有五只 由于食物和同类分布的密度不同 一对蛇臼的领地面积在 20到500平方公里不等 可以肯定的是 在蛇臼的领地范围内 你绝对见不到任何蛇 在亚洲地区 蛇类最主要的天敌有两个 蛇雕和蛇猛 蛇猛俗称猛哥 是中国所有毒蛇和无毒蛇的最大的天敌 虽然它的体长仅有70公分左右 尾巴长度还占了一半 但是蛇猛对蛇有两大克制 第一 蛇猛是群居动物 它们牙尖嘴利 身体灵活 能够在避开蛇类攻击的同时 给予反击 第二 蛇猛具有免疫蛇毒的能力 虽然目前没有证据表明 它可以免疫一切蛇毒 但是在蛇猛的栖息环境内 无论是眼镜蛇 银环蛇 还是眼镜王蛇的蛇毒 对它通通免疫 因此 在遇到毒蛇时 蛇猛甚至可以不躲闪 直接与毒蛇肉搏 所以蛇猛是当之无愧的蛇类克星 另外提一句 蛇猛是猛科动物 而蜜欢是幼科动物 二者并没有亲缘关系 蛇猫与蛇旧一样 都是鹰形木下的猛禽 不同的是 蛇猫是一种中型的猛禽 它的体型比蛇旧要小一些 而且蛇猫与其他蛇形木成员的形态 非常相似 并没有蛇旧那样的大长腿 从体型上看 成年蛇猫有着平均70厘米左右的体长 1.1米左右的翼展 以及1.5公斤左右的体重 从分布上看 蛇猫广泛地分布于亚洲地区 尤其是在东南亚以及中国 是它们的主要分布区 从名字上看 我们也不难看出 蛇猫与蛇有着不解之源 事实上也是如此 在蛇猫的食谱中 有80%左右是各种各样的蛇类 与旧不同的是 蛇猫捕猎靠的是 一只爪子按住蛇的中间 一只爪子死死按住蛇的头部 这样在利用爪的作用下 很快蛇就会死亡 蛇猫也没有免疫蛇毒的能力 它靠的也是爪子上的鳞片 以及厚厚的羽毛防御 接下来说的就是猪了 是的 就是你经常吃的猪 但这里的猪是猪中的战斗猪 非一般家猪 野猪与家猪有很多的不同 一是外形不同 家猪肥胖笨拙 野猪矫健灵活 家猪猪毛比较顺滑 野猪猪毛坚硬锋利 并且有一对可怕的獠牙 二是性格不同 家猪性格温和 没有攻击性 野猪好斗善战 攻击性强 三是生活习性不同 家猪人工饲养 喂饲料 野猪自由生长 自己捕食为主 上述的种种不同 造就了野猪完全不同的生存状态 那么为什么猪是蛇的天敌呢 在野外 野猪完全依靠自己去觅食 而蛇就是它的捕食对象之一 野猪的獠牙长而尖利 捕猎蛇的时候 獠牙轻轻一挑 就会轻松挑破蛇皮 如果蛇想反击 几乎不可能 因为野猪通身毛发坚硬无比 蛇无法下口 即使咬到了 自己也会受伤 最厉害的是野猪不怕蛇的毒液 有抗毒的能力 蛇中毒性最强的五步蛇 反而是野猪最喜欢的美食 所以五步蛇在野猪面前 通常是很惨的 所谓一物降一物 大自然就是这么神奇 野猪这种与家猪相近 又很多不同的动物 因为野外生长 杂食为主 并且善于奔跑 运动量大 它的肉质比家猪口感好 纤维长 营养也丰富 野猪最值钱的地方 是它的肚子 尤其是吃过五步蛇的肚子 据说还有药用价值 好了 今天的影片 阿祖就先分享到这儿了 喜欢阿祖的节目 别忘了点赞加订阅 每天分享一个 关于动物的有趣内容 感谢大家的支持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